去年正式在高雄成军的新世纪黄蜂队一年来表现优异 顺利晋级今年企业女子累球联赛的季后赛 当中除了有外籍球员的加入外 最重要的是来自企业的力挺赞助 其中中加集团长期赞助的新世纪黄蜂队 执行长张汉伟还在日前收邀开球 除了肯定黄蜂队球员拼斗精神 也期待他们在2020东京奥运挥出好成绩 透过本集港独热化 带你一起来关心 新世纪黄蜂 106年5月2号 新世纪黄蜂女子累球队在高雄宣布正式成军 成为全国女累企业联赛中第五支队伍 高雄市女累实力向来名列前茅 但始终没有获得企业赞助 让许多优秀的女累球员只好离家背景 加入其他县市的企业球队 然而去年新世纪环保服务公司决定冠名支持 并邀请中加集团赞助 将顶尖优秀的女累球员 终于能在家乡布老面前 展现优异的运动才华 加油 新世纪黄蜂队每次在高雄比赛 总是吸引了大批球迷来到球场 为他们加油打气 而这样的鼓舞 也让他们在今年的战绩相当辉煌 顺利闯进了季后赛 全军一年多来 新世纪黄蜂女子磊球队战绩辉煌 尤其外籍球员加入全队战力大为提升 向这位来自美国的投手Carson 控球稳球速快 加入球队后成为其他球队的克星 今年更是顺利打入季后赛 将与佳南英凯撒勇士队一较高下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台湾打企业女子联赛 很高兴在这个球赛里面 不管是老板或者是领队都给我非常多的支持 我们引进很多外籍选手 那外籍选手能够提升的就是说 其实像日本就很强 我们也有请日本的投手来这边交流 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球员的球技会是有帮助了 外籍投手的资源提升了我们防风的战力 让我们在挑战中更有机会多排 蕾球就是一个梦而已吗 你如果对这个蕾球有非常大的热忱 你会去突破一些你平常觉得不可能的事 当一个运动员就是不断的突破而已 要关注啦 因为以前没有这些媒体关注我们 所以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在观众面前展现自己的实力 执行张网 追根就底企业长期赞助才是球队成长突破的主因 场景来到梦新球场的比赛现场 新世纪黄蜂队对上威格暴队 中家集团执行长张汉伟受邀开球 一起开球 好球 若问对自己热烈的感谢 感谢中家集团张汉伟执行长 一记好球球赛登场 张汉伟执行长本来对垒球运动比较陌生 但自从企业赞助球队后 也开始关切球队的比赛状况 张汉伟除了肯定球员努力 也强调企业赞助球队很有意义 我对垒球从来不懂 不过我记得自从资助了新世纪黄蜂之后 我们开始试图去多学习跟了解 当时资助球队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觉得体育的赛事 需要一些社会大众的关心 跟更多的企业的支持 尤其是新世纪黄蜂是一个高雄在地的球队 我们当然义不容辞来支持高雄在地的球队 突然女子累球企业联赛 组成的国家代表队 在今年亚运中拿下引开成绩优异 而透过以赛代讯的方式 台湾有机会在2020东京奥运中大放异彩 对我们自己支持的球队 在亚运上得到很好的名次 这个我们当然予有荣誉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因此 而得到更多的社会的认同跟企业的赞助 东京奥运即将到来 那我们累球能够有名次进入奥运 那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多加资助 让球员们更有没有货顾之忧 加油 看台上加油声不断 只要球员挥出安打 加油棒超级声更是不绝于恶 新世纪黄蜂队每次回到高雄比赛 总会吸引许多球迷关赛 无形中成为球员努力打球的一大动力 热的夏天到现在寒冷的冬天 球员的人数都越来越多 尤其我们黄蜂的球员也越来越多 还是希望到场的球员可以更踊跃一点 在加油打气的这个过程中 会让球员的自信会越来越提升这样 非常的过瘾 因为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声的耐寒 然后身为他们头号的粉丝 为他们加油释放平常工作的压力 觉得很好 就是我特别设计要送给球员 还有帽子 还有背包 其实我希望就是说更多的球迷 能够关注这个累球运动 这样子的话让球员 还是说他们的战斗力会提升这样子 其实黄蜂队只要每一次在高雄的比赛 他们都应该都会赢球 因为他看到很多的高雄在地的球迷 给他们很热情的鼓励 他们就会增加他们的战斗力 所以他们每次就是很开心在高雄比赛 新世纪黄蜂队选用黄色作为球队主色系 展现旺盛企图心 虽然队中球员经验值比其他球队来得少 但由了像Parson这样的外籍球员球技交流 或国家队老将吴嘉燕的经验传承 再加上中加集团 新世纪环保公司等企业赞助 相信不久的将来 新世纪黄蜂队的表现将会更加杰出 新世纪黄蜂队叫叫叫 港都新闻李嘉朗罗绍军 专题报道